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來到深夜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一節的晚間新聞 了解一下晚上發生過什麼最新消息 首先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一對男女在密室中中毒 這是最新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講講中什麼毒 另一邊也講講話說有三個阿伯在葵涌躲在公園中中 結果情況如何 應該斷正和各位一起看看相關的照片 另一邊也跟進一口活力午餐的風波 據報是再多一間學校懷疑食物中毒 和各位一起講講最新的發展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密室開冷氣 炭火食水煙 男女一氧化碳中毒送丸 報導的內文提到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在今日1月20日公布 日前2月19日接獲醫院通報 一宗懷疑一氧化碳中毒的個案群組 涉及一名23歲的男子和一名21歲的女子 他們報稱昨日到訪有人吸食水煙的處所過後 失去之覺 地址是九龍灣雲光度8號創豪坊一個私人的房間 根據初步的調查資料 處所裡有人報稱使用炭作為吸食水煙時的燃料 而事發的時間房間所有門窗都關掉 而且正在開動冷氣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提醒 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臭無味的氣體 它是因為不完全燃燒含炭燃料 例如煤炭而產生的副產品 市民應該要正確使用燃燒燃料的裝置 並需要確保良好的通風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話說一對男女就在密室開冷氣 用炭火來吸水煙 結果兩個人都一樣化碳中毒 送到醫院 據報就應該已經出院 不過關門關窗 這樣用炭火的話 當然會中招 據報相關的地方是吸水煙 水煙其實也沒有看少 也是相當傷害身體 最好就盡早戒煙 另邊雖然說說這宗消息 話說躲在沙滑梯罪倒 葵衝三位阿伯被捕 報導的男人是敢隔 警方的葵衝分區人員 在今日2月20日 在葵城東村一帶 打擊街頭賭博 行動當中 警方在盛樂樓的公園裡 發現三名男子罪倒 於是以涉嫌街頭罪倒罪 將他們拘捕 行動當中 警員也檢獲紙牌和少量現金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三位阿伯年紀最大75歲 說霸了公園旁邊的位 公園應該被小朋友玩 他們在那裡寒桌 在那裡聚倒 結果斷政被捕 另外亦跟進一下活力午餐的最新發展 據報是再多一間學校 爆懷疑食物中毒 據了解是青衣的黃視深小學 報導的內文是 感激大家樂旗下學校 五線供應商 活力午餐的食物安全風波持續 衛生署在今日2月20日表示 截至今日中午 經調查過後已經將兩宗 和活力午餐相關的懷疑食物中毒個案 轉介給食物環境衛生署跟進 受影響的學生由一個人增加到四個人 除了涉及屯門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屋紀念小學 據了解另一間學校 就是位於青衣的東華三院黃視深小學 各有兩名學生疑似食物中毒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導 越爆越多 再多一間學校涉及食物中毒 據報相關的活力午餐 在今日傍晚亦有最新的回應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導 活力午餐就說 考慮人力安排和產能負荷過後 決定不向個別中學續約 報導的內文是 大家樂集團旗下的學校五線供應商 活力午餐早前爆出食安風波 今天和明天兩天都要暫停 全港已經簽約的學校的五線安排 活力午餐在今日2月20日再表示 早於2月初已經意識到飯盒需求 比服貨前增加3至4倍 經考慮人力安排和產能負荷過後 決定不向個別中學續約 認為中學生相對較容易自行安排五線 活力午餐又說 已經根據合約列明通知期 智慧學校目前正為後日 2月22日恢復供應作準備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消息 活力午餐就說 我們考慮不同個別的中學續約 但這並非完善的解決辦法 要了解一下當中有什麼事 因為越來越多學校 就爆發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 相關供應商今天傍晚出聲明 說到會考慮停止部分的合約 不過接下來也繼續 說星期三 22日會恢復供應這個飯盒 究竟到時會否搞出另一個大頭髮 仍然有待觀測 另一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內地遊客被香港人震撼教育 列出香港的三大優點 稱讚香港是文明社會 應該學習一下 報導的內文是 各位上海女客小紅書 以這個關於香港 不吹不刻 有被細節震撼遺提發鐵文 以搭這個升降機 搭港鐵和巴士 以及香港馬路的環境所見所聞 講述他在香港被震撼教育的體會 事主說 在香港的地鐵 即港鐵和商場的升降機 每個人都會好好排隊成為一列 人家的城市就不知了 作為上海的土著 我真的沒見過這樣的畫面 這種直達電梯 在上海基本上都是排三三兩兩 甚至是一窩蜂 電梯來到 大家自然一湧而上 誰走就誰上 至於等候交通工具方面 事主說 香港乘港鐵和巴士 排隊都是非常整齊 大家都有疊墜上車 沒有插隊 就說 上海有怎樣說好 大多時間都是排一列 不過在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期 或者大車站都做不到 很多次我等上車 我排在第一個 最後我都坐不到位 因為很多人自成一個列隊 還有後面的人 就會衝來前面搶我的座位 事主提到香港的馬路環境 指雖然地上的陳年老舊非常髒 也有不少垃圾 但就沒見過有狗屎 也說不排除可能我眼神不好 我看不到 但我真的特別去看看 因為我自己都是養狗人士 而前幾個星期我從上海的長寧路 海旋路步行到長寧路的古北路 也有1.7公里左右 路上起碼都見到十都九市 很多都已經踩扁了 甚至踩扁幾次 事主最後表示 其他地方的人的優點值得學習 就說 或者我們生活的環境不同 所以習慣不同 我最愛的肯定是我的家鄉上海 但就覺得其他地方的人的優點 我們都應該要學習一下 我填文印尼內地網民的熱烈討論 不少人認為事主意見中肯 就說有秩序才會有高效率 這是重點 也有人說很中肯 要承認香港人的確質素高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熱話 話說不只是談香港 近來有一篇小紅書 說到香港一個震撼教育 說到香港原來有三大優點 就是乘車會排隊 等升降機會排隊等等 的確香港這麼久以來 都是有秩序的地方 結果這位事主也相當欠虛 說到上海和香港在這方面 真的不能相比 各有優點 大家都可以當是趣民 旅遊趣民來講一講 但香港在秩序方面的確有日圖 另一篇小紅書也講一講各地趣民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鹹蛋超人慘遭小朋友咸豬手 嘔嘴 網民看完片過後 都覺得再強的超人都有弱點 話說網上流傳一段短片 看到鹹蛋超人慘遭小朋友咸豬手 超人餘襲過後即使隔著面具 都彷彿見到超人嘔嘴的錯惡表情 笑得網民傻 短片只是長4秒 鹹蛋超人在街頭緊握拳頭 擺好姿勢 接受粉絲為觀 見到有位小童 就上前和超人握手 摸完手臂還意猶未進 將視線轉至超人跨下 小手開始不安分起來 結果一觸抓著小超人的位置 結果引來網絡熱傳短片 以上都是網絡流傳的搞笑短片 都是博大家一笑 說小童猴子偷圖 有偷超人的圖 結果相關短片在網絡廣傳當中 我是群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